五安各位 今天是9月13日 星期二中午 恒生指數暫時反彈超過200點 到達23,500點附近的水平 上升指數跌5點 3,017點 今天半日市的成交再輕微 減少一點 就400億左右 預今日又是小成交 700億 最主要原因當然 因為今天開始南下資金停市 所以沒有了這樣的提振 正如我所說 未來這幾天 星期二、三、四 星期五就放假 星期二、三、四這幾天 沒有了南下資金之下 純粹很轉的因素 就是美國聯儲Rocas的機會下降 本身是利好的 不過利好之中 反彈之後就沒有買盤的動力 因為始終你會知道 就是南下資金少了 所以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見到今天部分的股份 國壽、匯控、中移動 這些我比較關注的股份 升1%左右 不算多的不算多 亦都未收復昨天跌幅的失利 恆指 如果從圖去看 其實今天就不確定的格局為主 為什麼呢 其實今天的升幅 暫時都是貼在開市的位置去做 變成有升有跌的情況之下 收回在開市位 其實就十字升 十字升本身的意思就是代變 同時間其實今天全日的波幅 基本都是收回在昨天大陰燭之中 亦都是一個身懷六甲的代變格局 所以我只可以告訴大家 現在是完全代變50-50 沒有利好也沒有利 但後市真的可能會比較低 但當然了 美國加息機會降的情況 整體來說應該不會壓得股市太緊要 同時間就是如果今天能夠開一支羊粥 收高個開市價 甚至乎站在十天線 二、三、五、三、九 樓上的話 會較為利好一點 因此上週我是沒有任何買貨的建議 完全是一個代變的格局 大家不需要太過進取 覺得陰霾去清之後 就打算去買東西了 暫時未需要 昨天上週十天線買了 現在後市有待 如果有幸落到二十天線 可以再加 如果現價震盪三兩日 其實就可以暫時停手 後市再一度站穩 會好一點 遊行就是上翌大陰燭 已經補回了九月初的大型列口 好 後市是有條件繼續向上升 但是要審慎一點 暫時上週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可以更新給大家看 下週如果真的開陽足 甚至乎升三四百點左右 才較為利好 到時才再考慮 留意焦點的好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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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